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顺顺利利 非洲有部分国家爆发了拉萨热 8周内已经有100多人死亡 而且拉萨哥会人传人的 撒哈拉沙城堡已经吹到了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黄沙突天盖地 那里正好有很多旅客旅游都被困在那里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天灾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要懂得怎么样珍惜现在 澳大利亚最近受到经济的影响股市暴跌 损失的近500亿 所以呢 连续的火灾啦 沙城堡啦 大雨啦 再加上防止疫情啦 实际上都受很大的影响 那意大利呢 有12座城市呢 被封锁 所以呢 这个难民船呢 有一艘难民船呢 在地中海沉没 所以难民很可怜的 坐个船 碰到大风啦 就是一个人失踪 就是实际上失踪的就是少不到死的啦 所以我们在人间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 这是对人的一种考验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不要烦恼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随缘 随缘呢 看起来两个字非常的容易 哎呀 随缘吧 没有关系的 你要做到很不容易的 随缘有很深的内涵 第一呢 是随顺因缘 随顺因缘 就是你今天当下的生活状态 你今天已经拥有的工作环境啊 生活环境啊 家庭环境啊 我就随顺着你 没有不开心 我就是这么生活着 我就这么跟着他走 那么你就叫随顺你现在拥有的因缘 那你日子过得也是挺开心的 你不跟他拧着干嘛 对不对啊 你就还是挺好 啊 因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 哎 我这个家庭就是我的缘分 我这孩子跟我闹也是个恶缘 反正也是个缘分 反正我就顺着他 把这个事情把它慢慢的做好 那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啊 接着这个人不要看他 我要看的人呢 都是我的缘分 我随顺他 不要看 少看两眼 喜欢看 盯住看 只能这样嘛 这叫随顺呢 对不对啊 发生的各种事情 你要想到 可能都是我全身自己造业 我造业 那么这个业呢 有善业 有恶业 别人对你不好呢 你要想 哎呀 我上辈子没记得 没好好修啊 有恶业吧 如果别人对你好呢 哎呀 感谢啊 我上辈子可能还念经呢 你看我现在有人帮我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平静的去接受 坦然的去面对它 那么这就叫随顺因缘 随顺因缘 如果自己呢 各方面想生活好一点 或者在某个方面呢 在世间上的观念上 你觉得自己想的很对 很成功 对不对啊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这个都是你的缘分嘛 你很聪明 不要骄傲慢 就是不要骄傲 然后呢 你就想到 我今天很聪明 对这件事情理解得很好 我处理得很好 说明呢 我前世呢 造了某一个方面的善因 这样 所以生活条件如果差一点呢 你也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啊 那也是前世 我没有种下好的善因 从现在开始 我就种善因 我一定能得善果 这么一想 你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对不对 所以首先 要理解别人 理解别人才能生出感恩的心 知道自己不足 你才能有精进修行的心出来 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啦 修不好了呀 觉得自己不足啊 哎呀 我向你学习呀 哎呀 怎么怎么 总是精进修行努力 所以学博人真正的有智慧的 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得通 能够在自己心中先想通 叫圆 想得通就是圆 你看看什么事情圆了 它就能跑了 你看七村轮子啊 它都是圆的才能跑 所以圆 然后呢 包容很重要 今天人家讲一句不好的话 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想一想 这个事情我一个礼拜之后我才来想 你今天骂了我呢 我一个礼拜之后 我看看这件事情要不要骂你 等到一个礼拜之后啊 早就忘记了 或者你给自己气量很小的定一个数字 我过五分钟之后 我想一想 想通了我就不骂你了 想不通我再骂你 其实就给自己一个空间 不要马上生气 马上跳 做事为别人想对人间的人和事 但是我今天不贪 不求就好了 不要去贪 不要去求 明白了吗 这世界上啊 哎呀 这个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啊 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倾听 有一个黑蚂蚁 大家知道蚂蚁啊 蚂蚁不是有黑的蚂蚁 基本上都是黑的 还有一个黄颜色的蚂蚁 黑蚂蚁跟黄蚂蚁在公路上爬行 没想到黑蚂蚁呢 很快的就追到了 追上了前面的黄色的蚂蚁 黑蚂蚁就说 蚂蚁老弟 你是拉黄包车的吗 啊 黄蚂蚁就说 嘿 小样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车呀 黑不拉丘的 黑蚂蚁说 哦 我这可是黑色的奔驰车 那是家常的那种啊 没多久 一条蛇呼啸了 从他们边上走过去 华蚂蚁说 你生气什么 你看到吗 那才是死佛列车呀 人呐 这个世界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啊 该来的终究会来 你求了 总归菩萨会给你的 该走的也一定会离开你 想留也留不住啊 所以有缘分的人就在你身边 珍惜 没有缘分的早就跟你滚白了 所以希望大家凡事要懂得 前因后果 对不对呀 为什么有的夫妻找一辈子还离不开啊 你要非常感恩 这是缘分啊 对不对呀 为什么有的人没多少时间就走了呢 因为缘分成熟了 这什么熟呢 恶缘成熟了 所以果报就产生了 有的人无法来阻挡 这个前因后果 所以我们就要知因懂果 知因懂果 我们知因懂果的人 有的时候就懂得像河水一样 河水有时候很深 有时候很浅 有时候这河水有干净的地方 也有肮脏的地方 我们做人要懂得和人交往 你不可能人人都是一样 有的时候要放开一下自己 从容对待 你不要去改变别人 要学会去接纳别人 这个人你不管喜欢不喜欢 只要他跟你有缘分了 你就先去接纳他 所以笑脸是最好的 第一次碰到别人先要笑 这个人跟你善感就来了 而现在的人第一次看见这个人 总是这么看人 你跟他恶缘就开始 所以要让别人喜欢你 要让别人尊重你 关心你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向西西的去接纳别人 人家说什么 你跟他边上听 嗯 他很快就喜欢你 很多人在别人讲话的时候 他总是在挑剔 挑唱 这个人 这个也不是这么讲的 那个也不是这么讲的 好了 时间一长 你就慢慢的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和喜欢 所以 愚痴的人总是 试图呢 让别人去理解你 有智慧的人呢 总是呢 让自己去了解别人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每个人多了解别人 你的前后左右啦 你的家里的人啦 你对他越了解 他越会对你好 你对他越不了解 他会对你越差 所以要学会 试图了解别人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希望大家都要相互了解别人 你看看 一个现在的老爷爷 对年轻的人讲话 很多新的名词他不懂啊 他不了解年轻人的一些东西 所以有一年高考之后 他知道自己考的不怎么样好 他就自己对父亲如实说了 考试成绩不理想等等 爷爷也在边上 那个父亲呢 听了他儿子说的 他功课不好 就非常无奈地说 哎呀不行的话 那就复读吧 这是坐在一旁的爷爷 非常生气的 考不上就考不上 复什么读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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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话实际上很好听的 闽南话很典的啦 闽南话很典的 东北话呢很好爽 抱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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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会讲 然后呢 山西话呢 哎呀你这个人呢 你这个人呢 就开始酸鸣肉的画出来 北京话呢 就是爷们儿 开口爷们儿 然后呢 四川话呢 有点辣人 啊 这个山东话呢 冲言 假话比较冲的 啊 那么 听好了 接下来 告诉大家了啊 婚前 结婚之前 女人的语言 是闽南话 啊 假的很 男人的语言 是东北方言 豪爽的很 啊 结婚一年 女人的语言 变成了山西话 蒜溜溜的感觉 男人的语言呢 变成了北京话 越来越爷们儿 在家里 老子我说了算 啊 啊 好了好了 你走走走看去 啊我来我来我来 这边慢慢的 结婚三年 女人的语言呢 变成了四川话 辣人啊 嗯 啊 开始讽刺人 辣人家了 男人的语言呢 变成了 小安东话 啊 啊 你算小马子啊 啊 你可以滚蛋啊 啊 冲人 就你这种人啊 什么都做不好 你能做什么东西啊 好了 那么 最重要的是 结婚七年之后 大家听好了啊 结婚七年之后 男人女人的语言 才方才一致 啊 两个人语言才一致了 啊 什么语言呢 啊 牙语 哈哈哈 大家 张黄都会有话 啊 有时候 实在不开心的时候 不是用牙语 用知己语言 啊 当然了 有的时候 为了活要一点气氛 啊 在家庭里面挂挂彩啊 也难免的 啊 这就是人家说的 人为什么会慢慢的离开 不了解 啊 就是心态的变化 没有珍惜 不忘初心 就是你要想到 你开始的时候 你那种感觉 要找到了 哎呀 开始的时候 那种感觉啊 你永远记住 你就永远感恩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学佛 开始看见师父的时候 哎呀 师父啊 我一定好好学我 学到后来呢 那对不对 没有初始感觉 所以啊 不忘初心啊 方得是中啊 啊 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啊 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无论我们遇到的人 他是谁 都要尽可能的去善待他 啊 对他好一点 有什么关系啦 就算不认识呢 哎 你好 热情一点 有什么关系啦 对不对啊 尽量对他好一点 你知道你善待别人啊 你就会让人与人之间 多一些 谅解 你对人家好一点 人家会谅解一点 有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 排队的时候 一个微笑 他就说 让你先排在前面 啊 这个是 人跟人之间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谅解 多一些温暖 就会多一些慈悲 啊 也会为自己带来 欢喜的 善缘 啊 所以善缘怎么来的 从微笑开始 善缘怎么来的 多一些善待 啊 对人家好一点 好一点很容易的啊 有的时候放下自己 就对人家好一点的 为什么不能放下自己呢 对不对啊 你一定要 妈妈冲着孩子 我是妈 你一定要听我的 孩子慢慢的时间长了 他就不卖你账了 你说 孩子啊 啊 妈妈跟你讲真心话哦 妈妈告诉你哦 妈妈有经验哦 什么什么 你跟他好好讲 孩子就挺美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个性的呀 所以啊 这个世界啊 我告诉你啊 有的时候 人的缘分啊 到了 就到了 不到了 就不到了 不要去过度的追求 在欧洲 波兰 啊 有一个美女感时髦 她去把自己的眼球染色 你想她眼睛眼球都可以染色 然后呢 手术失误导致失明 两个眼睛漆黑 啊 整个就变成瞎子 你怎么办 你们告诉我 所以一个人呢 该做的就做 不该做的就不要做 而且现在很多人呢 好面子 死要面子 哎 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个新闻呢 典型的一个叫死还要要面子 啊 南京有一个男子落水之后啊 他漂流两天被人家救上来了 人家问她 你掉到河里去了 你为什么不叫呢 她说啊 人太多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再来一点 泰国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叫河自尽 结果呢 因为呢 她会游泳啊 她跳下去之后呢 她觉得这么苦啊 我不想死啊 边游泳边哭啊 然后被村民看见了 马上报警把她救上来 那么对跳河的原因呢 这个女子不愿意说 随后呢 警方通知她家人把她借回家了 这个有人就说了 跳下去那一瞬间 可是真的绝望 游泳又给了她希望 所以多学几门技术啊 不会压死人的 有一个55岁的英国男子 英国的男人吧 记住了啊 男人生什么病啊 患上乳腺 哎 啊 那么 人家帮助的小组 她打电话去 人家小组就是那种电话的医疗小组 想帮助她 人家不愿意帮助她 说她是个男的 人家不要她加入 你说现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改变 心态 决定你的人生 对心态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啊 你今天心态好 你就是个主人 你能在生活当中 啊 控制住自己的 遭遇啊 烦恼啊 痛苦啊 你全部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态 对不对啊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自己 你改变不了别人 你能控制自己啊 你会让自己改变 人跟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真正的区别 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心态啊 一个好的心态的人天天开心啊 一个不好心态的人 就是你有再好的遭遇 你也会痛苦的 所以真正的人 成功与否 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 你看我们现在 有时候不开心的想想 我学佛的啦 我有业障啦 我念念经啦 对不对啊 被人家骂几句啦 肯定我前世欠他的啦 我被他骂的啦 或者我骂过他啦 你总是这么在想 你就在调节你的心态 所以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人心态不好 你说到处都会找麻烦 你看看美国老人在家睡觉 突然被屋旁的六十米高的大树倒下来 杂成重伤 你说你在家里睡觉 你都会被杂成重伤啊 你们想想看这种事情 你们会发生啊 不会吧 屠杀保佑啊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啊 人生气啊 人生气啊 不如争气啊 你生别人的气 你不如争口气啊 对不对啊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啊 你一辈子不可能处处是逆境的呀 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顺境的呀 有顶峰也会有这个谷底啊 所以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随头上气啊 要面对挫折 不要去抱怨啊 生气啊 否则你永远是个落者 你碰到了烦恼啊 失望啊 你就要好好的奋进 好好的努力 我来改变它 因为我不好 所以我要好 因为我现在不行 我就要行 这个才叫精进 对不对啊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好好的学佛 所以人在学佛当中啊 要懂得情绪就是你的心态 情绪要稳定 一个人一生 要成功的人 要不做错事情的时候 要学会你的情绪管理好 要稳定 你看重庆公交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醉江事件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那就是一位 这个司机和这个乘客 两个人 控制不好感情 拿那个包 砸那个司机 结果整个一车 开到江里去 所以内心宁静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看 学佛的人 静得下来 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静得下来 静得下来的人 不容易做错事情啊 你就看做错事情的人 这些人都是暴跳如雷了 都是失控了 放不下了 狂哭了 狂到了 发疯了 就是这样 所以慢慢的学会 学会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慢慢的去理解别人 现在很多人记性不是太好 记性不是太好 说有一个人的 这个大叔啊 他家里的小狗狗丢了 你们知道吗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宠物嘛 家里的小狗狗丢了 这个大叔呢 疯狂的到处去找 他突然之间看见一个老大爷 老大爷在那里打拳了 这个大叔就爬上去了 哎呀大爷 你有看见我的狗狗吗 这个老大爷就说 哦 是不是那个金毛 还穿着黄色马甲的 这个大叔激动不已啊 哎呀 抓住那个大爷说 对对对 哎呀大爷你看见 没有 你已经第三次问我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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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有一个人整天忧郁 人生的苦难 事事不如意 他想去寻找一位高僧希望得到解脱 高僧在一个水缸里倒满水 就问他 孩子啊 人生是不是甜酸苦辣 这个人就 是啊 这个 这个师父啊 太苦了 苦的我已经不想活了 高僧 高僧拿了一点醋 糖 辣椒粉 苦瓜粉 他说 说 孩子啊 这就是甜酸苦辣 我现在把它放在水中 你看水飞的没有满出来 味道也没被他污染 反而这些糖啊醋啊粉末啊很快都被融化了 高僧就跟他说 孩子你现在看见了吗 人生如水啊 你要学会融化一切烦恼 要包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果报 所以一定要学会知道这些果报来了 我包容他 我接受他 我才能改变他 请你们说说 请你们说说 师父的 师父的这个这个作用名字是什么 你看到吧 无欲自然 心如水 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心要像水一样 因为水能融化一切 人的心啊像水一样的干净 纯洁 给人家带来滋润 不要像盐冬的酷鼠一样 不要像雪花一样 让别人冻的发紫 所以要用水啊 所以当别人再怎么厉害 你用水去对待他 你就是对方是一把钢刀 斩水水照流啊 所以心要静如水 明如水清如水 所以无欲 我已经没有欲望了 不管你怎么做 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像水一样的安静和平静 这就是学佛作用 希望大家好好学 好不好 今天呢 师父要告诉大家 啊 师父要告诉大家 人生啊 那就是一直长途的跋涉 走好每一站 走好每一步 珍惜岩族中的每一次的感情 生活 啊 学会啊 懂得别人对你的感情 生活好自己 那就是一种感恩 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不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只爱自己不爱众生 你就会活得非常的孤独 只有把众生放在自己的心上 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我没有迷茫 因为心中有众生 你会得到众生的爱护和帮助 你就不会离开众生 而产生孤独感 所以内心的苍凉啊 就是你没有众生和智慧 所以很多人没有朋友的人 他活得就非常的苍凉 一个人到处都有朋友 这个人活得非常的精彩 看一看你们生活当中 你们朋友多不多 就知道你这个人自私不自私 不自私的人 谁都喜欢跟他交朋友 自私的人 谁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 跟你们一样 希望大家要明白自己 你才能信任别人 你连自己都是迷惑颠倒的人 你会忘记你的智慧在哪里 你身处在何方 更会脱离众生 造成你孤独的人生 现在很多人说 哎呀 我这个精神上 还不去想他了 我身体也不好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什么叫健康 很多人连健康都不知道 健康是什么 大家身体好 你真气了 健康是什么 健康就是使自己不受罪 懂啊 健康就是使自己不受罪 健康是儿女啊 不脱累 你健康了 儿女就不会被你脱累了 很多人折磨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你脱累自己 脱累自己的亲人孩子 健康啊 就会少拿医药费 啊 健康就能节眨你的养老费 啊 健康那是一种无形的制裁 啊 你们今天有身体 你们还能出来度人啊 还能念经念得动啊 如果你们今天都是 念经都念不动啊 你们坐在观音堂里面 整天念两次经 马上就睡着了 你想想他呢 这多惨了 对不对啊 一张小黄字都念不出来 啊 啊 所以 这个 疾病 是一种恶性的透支 啊 所以生病了 透支了 家里财务透支了 啊 大病归倾家荡产 啊 大家懂吗 啊 辛苦奋斗行十年 一场大病回重前 啊 你看看看 生病很生吗 现在生病生不起啊 对不对啊 爱妻爱子爱家庭啊 不爱健康等于零啊 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 爱健康爱 就等于爱众生 对不对啊 你说 从 师父讲起来 师父爱你们弟子 我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我才能弘法 从你们来讲 你们自己要保护你们的健康 你们才能以后照顾你们好 你们的孩子 对不对啊 自己弄到浑震肚子病以后 你还照顾孩子啊 那孩子来照顾你啊 而且现在的孩子要照顾父母 父母亲不容易啊 那他们有几个人会照顾父母亲啊 对不对啊 我们父母亲还不舍得去用孩子 哎呦 他很忙 他上班 他有家庭 他也要照顾孩子 所以父母亲自己扛啊扛啊扛啊 对不对啊 所以学国人懂因果 珍惜缘分 有时候想想为什么 别人不喜欢我 不理解我 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 啊 一是你的缘分 二是你的为人 你做人做得好 人家照样喜欢你 对你好 你有缘分 别人也会对你好 如果又有缘分 你做人做得好 你这个人是做人是成功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懂这个道理 不要给自己找很多的烦恼 学会给自己一块尽头 就是给众生一个心灵的讨厌 不争不强的生活 就是你借假修真的真实写道 希望大家要不争不吵 好好地活着 能够用思维上的境界 来过好我们的人生 不要做人性颠倒的事情 就是说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不要看到人家不好了 你开心 啊 活该了 他就该倒霉了 你看看他倒霉了 你看我还很好 这种幸灾乐祸 他就是不好 不要去反过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下次继续跟大家讲这方面的问题 好 好 现在的人呢 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在英国的2月26号的 这个 每日邮报当中报导 英国一个模特儿 五岁醒来 全身瘫痪 当时他还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噩梦 结果醒过来在床上不能动 其实就是中风 所以你们每天早上起来 哎呦醒过来了 先动动手 再动动脚 哎呦没中风 哎呦菩萨保佑 哎呦心脏还跳 哎呦谢谢菩萨 就是这样 学会感恩啊 你今天感恩一次 忽把神就给你勾一次 因为感恩 那是一种道德品质啊 人家对你好 你感恩别人 那是你的品质很高啊 人家做一件事情你就谢谢别人 做一件事情谢谢别人 人家还会认真的再帮你继续做 家里也是这样 孩子也是这样 做人也是这样 所以道德品是非常重要 啊 不能因为你自己 然后啊 就亏欠别人 你看看看 印尼有这夫妻 欠邻居老太太一百块钱 哎 印尼一百块钱是多少钱啊 一块澳幣啊 啊 都不到 我不知道他写的这个一百块是 哦 六十一个令节 一百零一块人民币 结果上门去要 啊 被上门诉要 然后他居然不还人家钱恼羞成怒 这样对方就杀死了 你想想看 现在的人一百块钱就杀一个人 你看看现在的人脾气多大多大 啊 多大多大 一个两岁的女儿尿床 美活的二十八岁的母亲就把她淹死 判刑十八年 这是真的事情吧 我们人现在越来越缺少忍耐了 所以师父给你们说 你们见师父一次啊 就学忍耐一次 你们可以坐在下面 忍耐师父给你们讲两个多小时 我感恩你们 有一个英国的地铁报说啊 你看看美国的鹦鹉啊 这个到家里着火了 没想到这个鹦鹉啊 会叫火火火火 就叫火 结果驚醒了熟睡的老两口 爬起来就逃出门 鹦鹉最后被烧死了 你看看这个鹦鹉救了这两个老人家 鹦鹉被烤焦了 家里的四条狗都不幸的离开 你看看看 这个老人家 上辈子一定跟鹦鹉接了那个善人 他舍命来还他的命 他来救他 对不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 人真的是这样 好 那么今天呢 最后呢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好吧 今天呢跟大家这个 来换火法就讲到这里 这个笑话呢 要用点智慧的 用点智慧 那动点脑筋挺了啊 说前几天呢 有一个丈母娘 到他们这个女儿家和女婿呢 小住几天 那个晚上呢 这个女婿的老婆呢 就丈母娘的女儿呢 在厨房做饭 这个丈母娘呢 就偷偷的把他女婿照过来 哎你过来过来 给他女婿五百块钱 然后对他女婿说 乖女婿啊 我女儿看得紧啊 给你点零花钱 也算私房钱我给你啊 这个女婿特别感动 小声的说 妈我已经藏了私房钱了 这时候妈妈脸一变 女儿进来 棒棒棒棒棒棒棒 女儿跑进来了 丈母娘说 你看看女儿 我说的吧 剩下的你自己处理吧 好 再讲一个 有一个女同事 收到了 一个男朋友买的 LB LB 这种包了 她在同事面前呢 就炫耀 炫耀 突然一个男同事呢 就对这位女同事说 哎 跟这个女同事说 哎呀 你男朋友跟你买了一个 LB的包啊 哎 那个我给你点钱 你能不能把发票卖给我啊 就买 把这个女同事发票 把LB的包 那女同事不知道啊 哎呀 你要买发票干嘛 这个男同事说 哎呀 我的女朋友一直想要一个LB啊 可是太贵了 我买不起啊 我有了这个发票 买一个假的 我红红女朋友开心就可以了 突然 这个女同事好像有所发现什么呀 立刻拿起电话 就打电话给自己的男朋友 问她 哼哼 你老实说 发票多少钱买呢 没想到对方 男朋友在电话里说 哎呀被你发现了 哎呀这个你都知道啊 你是不是要 我才想看出什么看呢 好 希望大家好好学活 天天发起充满 我们 一定要祈求 这个疫情早点 结束 让我们更好的蒙法度人 希望世界更和平 希望每一个人都 平安 吉祥 谢谢大家